各位,我想用兩至三次和大家討論今日的國際經濟問題 首先,我今天要集中講講現在美國面對的問題 美國面對的問題,可以說是大約是1970年中央左右 當中國開放時開始 在中國未開放之前,美國人做很多manufacturing 因此,他們的男嶺階級和中層人士 基本上可以和國家的經濟增長率收入同步上升 即是說,一直以來當國家的生產力上升的話 這些中下層可以分享到生產力上升的好處 所以他們就有錢了 但問題是,到一九七幾年中國開放時 世界上突然釋放了很多勞動力 勞動力來自中國 加上當時的貨運業 已經非常成熟 集裝箱、購物箱都已經成形了 所以搬運貨品有一個或另一個地方很容易 加上世界的經濟已經進入一個全球性 最少開始進入一個全球性 所以美國的公司就開始發現 如果它將生產由美國本土 搬到一些生活指數比較低的國家 比如中國 它就可以將生產成本減少 但同一時間,它的貨物是不需要便宜來買的 換句話說,這些公司可以賺出更多的利潤 那時候,中國就成了這個機會 提供很廉價的人力勞動 於是中國就成為世界工廠 而美國那邊,於是工廠就慢慢收拾了 工廠之後,當然搬到中國 或者其他生活指數比較低的地方 結果是什麼呢? 結果這些中產階級的人 這些南嶺階級或中產階級 突然間面對失業 一個家庭面對失業會怎樣呢? 大家可以想到 本來只是丈夫出來工作的 那現在既然收入不夠了 那就太太出賣了 那就兩高伙一同做 因此,一方面職位減少了 但另一方面呢 就因為中產階級的低下階層 身位不夠了 就放出了婦女出來 當時欠工做 於是勞工市場的供應就更加上升了 一方面就是職位減少 另一方面就是勞工市場上升 自然的結果就是 他們的人工沒有進步 於是可以說 美國中產階級 由七幾年度開始 慢慢慢慢就跟他們的 經濟生產力的增長脫歐了 於是慢慢慢慢就開始 收入減少 不要忘記原因就是 那些大公司的資本家 他們的回報就上升 因為同樣的貨物 用便宜些來做 就賣同樣的價錢 自然就是水浸 於是大量現金流入 他們的銀行體系 現金流入銀行體系 自然做了一個現象就是 銀行水浸 那怎樣做呢 同一時間就開始發明一件事 叫做信用卡 所以美國就開始 大派信用卡 有些什麼都好 就給你一張信用卡 有信用卡之後 本來如果你的職位在美國 那些錢就會拿來給人工 現在不用了 我省一點不用太多錢 請人做好了 賺到的錢 我放在銀行 借給中產階級 因此美國開始 所謂信用方面 借泰國 不止政府借 這是另一個問題 我會再跟大家講講 美國政府方面的事情 先講講民間 民間這方面 意思是 人民開始用信用卡 大家都知道 信用卡的利息很高 因此人們在債務上 不停地打轉 因此 我們現在見到 美國承認的是 他們那些資產階級 即是有錢人 越來越有錢 但那些中下階層 收入 在七十年代到現在 是沒有什麼增長 而在最下低那一層 尤其是低下階層 即是沒有什麼特別技術 那些人更慘 他們現在的收入 其實是下跌 即是他們的收入 購買力下跌 因此開始有 另一件事 我們發現 美國沒有什麼工會組織 以前有很多工會 但經過幾十年的有錢人 在政府上做手腳 於是工會全部都沒有了 他們在說 所謂minimum wage 很多時候他們有些奇怪的想法 譬如去餐廳吃東西 試影本身的人工很少很少 其實靠什麼 靠貼士 因此 老闆方面 基本上不用 怎麼出錢 但有些餐廳 譬如麥當勞 是沒有貼士可言的 因此那些人很慘 例子就是 有些人在麥當勞 做足一個星期四十幾個小時 五十小時 不可以養回自己 或者養回家人 這些情況 現在到處都是 他們在說 要將minimum wage升高 但很明顯 有錢人當然是反對 另一件事 我剛剛看到 最近 美國總統 有一次很大的稅務削減 Tax Cut Tax Cut 受益者是有錢人 窮人沒什麼好處 因此 現在做成在美國 他們的財富失落 很明顯 這是一個大問題 人居住在同一個地方 你財富相差這麼遠 怎麼辦呢 這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我明天會繼續 和大家分析一下 美國政府方面的財政問題 拜拜